欢迎收看生活故事会 我是讲故事的人黄梅子 今天给您讲一讲 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军首领普里格金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关系 俄乌战争打了一年多 俄罗斯没打下乌克兰 倒是自己内部出了大事 首先是雇佣兵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格金 带兵造反 他一路从俄乌前线突然掉转枪口 进居莫斯科一路上势如破竹 但是没想到的是 他走到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突然怂了 掉头自己又回去了 按道理普京应该以叛国罪处死普里格金 但奇怪的是普京好像没事人一样 并没对普里格金下手 过了几天白俄罗斯总统卢瓦申科出面说 普里格金在白俄罗斯落脚了 看上去一场危机过去了 结果几天以后 普里格金和他的瓦格纳雇佣军的几个高层乘坐的飞机被导弹打下来了 普里格金死了 虽然莫斯科没有承认是自己干的 但地球人都知道肯定是普京下的手 其实普里格金曾经是普京最信任的人 普里格金担任过普京的大厨 他们之间有很深的渊源 普里格金与普京相识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 他们相识的时候 一个是刚出狱的囚犯 另一个刚刚从苏联特务组织 克格勃在东德的任务中归来 寻求从政之路 当时的背景是90年代 俄罗斯的政治局势非常动荡 1991年苏联解体后 黑社会一度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从历史上看 苏联安全部门往往会与犯罪分子合作 招募他们为各种任务提供情报和协助 而犯罪分子也乐于继此发财致富 普里格金和普京都来自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是很多人眼中的俄罗斯文化之都 是东宫的所在地 同时这座城市也有俄罗斯犯罪之都的名称 是许多大犯罪集团和小偷的集中地 普里格金上个世纪70年代末 因为盗窃罪被判刑 1981年他再度因为抢劫罪被判坐牢13年 这位未来的大人物于1990年出狱 当时的社会情况与他刚刚入狱时截然不同 苏联改革派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改革重建 柏林墙也倒塌了 90年代中期普里格金在圣彼得堡开设了名为旧海关大楼的餐厅 当地的犯罪头目和圣彼得堡的市长 索布恰卡都是常客 而当时40岁的普京是圣彼得堡市长的助手 普京和普里格金在吃吃喝喝间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 2000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 普里格金成了普京的私人大厨 普里格金应该是属于能力很强的人 慢慢的普京开始给他一些重要的任务 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 普里格金开始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各种安全部门 无法完成的任务 他建立了一个媒体帝国 在俄罗斯的国内外传播虚假的信息 愚弄西方媒体 随着社交网络的影响力日渐扩大 普里格金建立了社交平台巨模工厂 也就是网络水军工厂 2013年到2014年在乌克兰广场起义 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 有关瓦格纳私人军事集团的报道 首次浮出水面 瓦格纳集团支持克里米亚 和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裂分子 当时克里姆林宫不敢全面入侵乌克兰 而只是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 就在那个时候 外界知道了瓦格纳军事集团的头目 普里格金 他以他的极右立场和残忍无情而出名 尽管普里格金本人及其瓦格纳雇佣军 对普京的权威日益重要 但俄罗斯政府直到2022年春天 仍然声称当局与普里格金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俄罗斯的法律明文禁止雇佣兵组织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多次否认 知道瓦格纳的军事行动 只说克里姆林宫知悉某个商人可能参与其中 与此同时所有人都清楚 如果不是俄罗斯当局最高层同意和批准 瓦格纳集团在乌克兰、叙利亚和一些非洲国家的军事行动 是不可能发生的 2022年夏天 俄罗斯传媒开始报道这位圣彼得堡商人的武装组织 在乌克兰作战 几周内 普里格金就开始巡视俄罗斯监狱 招募囚犯参战 到2022年秋天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将普里格金形容为 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痛心 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2022年11月 普里格金在圣彼得堡开设瓦格纳中心 同时他对俄罗斯军方和国防部的批评 也变得更加尖锐 随着俄军撤出乌克兰南部大部分地区和东部一些地区 普里格金对国防部的批评也到达了顶峰 2023年6月发生了兵变 瓦格纳的坦克出现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罗斯托夫 瓦格纳的首领普里格金不满俄军指挥部拒绝承认 雇佣兵对战争的贡献公开指责国防部长邵伊古 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让瓦格纳于乌东巴赫木特镇作战时弹药不足 而克里姆林宫为救两者的矛盾升级 发表任何公开评论 普京也一直没有露面 立委出 俄罗斯国防部要求所有私人军事组织及雇佣军 接受国家的控制并与军方签订合同 普里格金断然拒绝有关要求 6月23号凌晨矛盾到达临界点 普里格金指责俄军袭击瓦格纳兵团的后方营地 并宣布展开正义游行禁逼莫斯科 西方媒体分析说这是普里格金绝望的表现 他试图让普京关注他与俄罗斯国防部的矛盾 瓦格纳集团击落了两架俄罗斯军用直升机和一架飞机 并杀死了15名俄罗斯士兵 普里格金采取这些极端手段 使得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他展开刑事调查 普京这个时候发表了讲话 不点名的说 有在国家背后捅刀的叛徒 扬言所有的叛变者都会受到惩罚 6月24号晚上 普里格金停止了禁军莫斯科 局势陡然缓和 6月29号普京会见普里格金和其他瓦格纳集团的指挥官 普京其后表示 他说服了雇佣军被俄军国防部收编 但普里格金否认他曾同意为俄罗斯国防部效力 兵变之后 普京出人意料的透露 瓦格纳一直获俄罗斯官方的支持 尽管克里姆林宫多年来都否认与雇佣军有任何关系 7月下旬的时候 有报道称 普里格金曾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俄罗斯非洲峰会上露面 许多观测家推测 鉴于瓦格纳早年曾参与多个非洲国家的军事行动 普里格金很可能会去非洲大陆 几天之后 普里格金和他的瓦格纳兵团的多名高层乘坐的飞机 被地对空导弹击中一代萧雄就此陨落 而瓦格纳雇佣军也被俄罗斯军方收编 看来普京确实是个强人 他在整个瓦格纳兵变中处变不惊 也不在乎西方媒体和欧美国家怎么逼他 他沉着冷静的该出手时就出手 一出手就置对方于死地 根本不给你任何机会 看来普京在俄罗斯的统治 确实像铁桶一般牢固 从这个角度来说 俄乌战争也许还会打得更久 因为普京不是一个会认输的人 而普里格金的故事 似乎遵循了俄罗斯历史上其他势力的轨迹 为克里姆林宫执行残酷政策的人 最后也会被反噬 遭到灭亡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意时间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